深夜浅读 女人的工作就是给我洗脑 六年后的今天 她躺在病床上 闺女儿子一个没来 应该快成她前儿媳的我 又把这句话还给了她 您说得对 女人呢 还是要靠自己 靠谁都没用 我刚说完 医院大门都没出 电话就打来了 你有病啊 我妈都这样了 你还那么说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妈说得没错 你真是个个毒的女人 我倒了八辈子眉 怎么找了你 我连回都没回一句 直接挂断 经过九年的修炼 我早已变得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楚乱不惊 云淡风轻 明明她妈生病住院 兄妹三个都说走不开 还得我这个 被她们嫌弃的家庭主妇 跑上跑下 最后挨骂的还是我 你TM干嘛挂我电话 开心 你赶紧给我妈道歉 你TM到底想干嘛 你TM不想过了是吧 四条信息 三个你TM 放在以前 我估计至少会回她四个你TM 可现在我觉得 就连回你TM都是在浪费感情 我叫开心 可结婚这些年来 我并不开心 尤其刚生完老二那几年 简直人间炼狱模式 我跟她儿子完完全全裸婚 她不但不觉得我懂事 是个好姑娘 反倒一脸不屑 我们那没有彩礼一说 并且有弟女很难嫁出去 就是嫁 也要陪送很多嫁妆 吃饭时 我公公随便挑个座位坐下 她赶紧用眼神示意我公公 让她坐在正中央的位置 看着还没坐下的我 用教育的口吻说道 男人是天 就得供着 女人是地 没有天哪有地 吃完饭 我让她儿子收拾碗筷 她赶紧制止 冲着还在外面 喂奶的我大吼 大男人 进什么厨房 跟个娘们似的 让你老婆来 可我随便问了下 跟她同乡的同学 发现彩礼的事 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 她之所以这么说 原来只是为了 针对我这个有地女 我更了解到 她闺女结婚时 她嫌弃妹夫家 给的彩礼少 结婚前一周 临时要求增加彩礼 否则不让闺女出嫁 她闺女也是有地女 并且没有赔送 一分钱的嫁妆 还有她所谓的男人是天 要供着 进步的厨房的那套理论 更是为我私人定制 我家小姑子 跟她老公生气 半夜给她打电话 被隔壁屋的我 听得一清二楚 只见她对着电话 那头的妹夫上来 就是破口大骂 接着大声说道 女人才是 一个家的风水 不让女人好过 这个家谁都别想好过 在我们家 都是她爸做饭 收拾 我从来没进过厨房 我闺女更不能进厨房 后来回老家 我帮着她爸 简单摘菜 小姑子走上来 一脸吃惊 嫂子 你好厉害 居然还会这些 老二媳妇也凑上来 一脸好奇地问她老公 这是什么菜 我怎么不认识 老二半开玩笑半说道 你都是吃现成的 不认识很正常 我公公熟练 捣吃着各种饭菜 我婆婆坐在沙发上 吃水果看电视 吃饭时 小姑子一屁股 坐在正中间的位置 别人还没动筷子 她先夹菜吃了起来 我公公饺子现弄得 有点闲了 还被我婆婆骂半天 我公公听了 只是乐呵呵地说着 下次注意 吃完饭 小姑子 老二媳妇抬起屁股 直接走人 我公公跟老二熟练地 收拾着残羹冷制 锅碗瓢盆 妹妇在外面 带小孩玩 饭都没顾上吃 小姑子吃完饭 一直玩手机 原来在他们家 从来都是男人 在做饭 收拾 原来 在他们家 女人才是天 只是他们家的女人 根本就不包括我 从那刻起 她妈所有洗脑包在我这 彻底宣告失败 于是家庭矛盾 一发不可收拾 每一个婚姻里的人 都是在实实在在 乘风破浪 她兄妹三人 她排行老大 在他们家属于 说一不二那种 发起火来 连她父母都骂 她发火的频率 完全看心情 我真的要继续吗 我们还能继续吗 老大八岁 老二六岁 如果离婚了 我能要到孩子的 抚养权吗 我靠什么生活 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能不能找到工作 这些问题摆在我面前 与其说是一次次地提醒着我 倒不如说是在一次次地 鞭吃着我 我回到家 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或许很快就不是我的家了 我打开电脑开始了 我的兼职工作 自从她妈洗脑失败 我跟她大吵三天后 我完完全全变成了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不等于全职太太 虽然都不用上班 家庭主妇略等于老妈子 还是没有工资的那种 也是花一分钱 都得伸手跟别人要 然后把一分钱当八半子花 半半窝囊的那种 全职太太略等于有钱人家的太太 可能没有工资 但从来不缺钱花 我对自己的处境 有清醒的认识 于是几年来 我一直默默提升自己 考过的证书 一个又一个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证书 最终会给我带来什么 但至少让我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 除了考证 我还做了不少兼职 做兼职挣的钱 我让甲方直接打到了我妈卡上 当然 这是我自学一些法律知识后 才想到的办法 虽不知最后 是不是肯定受法律保护 至少比直接打自己卡上要好 平时 他一回来 我要么假装在浏览某多多 某音 要么就是看无脑电视剧 我就是要让他觉得我不求上进 我废了 我就是要让他在某个合适的时机 知道自己当初错得有多离谱 我就要看他啪啪打脸 看他今天白天的反应 我已经预料到今天晚上 又会是一场恶战 虽然开战的只有他一个人 当然 前提是 如果他回来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回来 不是加班就是出差 要么就是陪客户 我只是家庭主妇 我脑子又没有进水 况且 女人的第六感 通常很准 他肯定出轨了 出轨就出轨吧 不过他今天既没出差 也没加班 更没有陪客户 而是靖家就开始兴师问罪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牛逼 毕竟是从小镇走出来的做提家 可他忘了 我也是小镇走出来的做提家 只不过为了家庭 我才不得已做的家庭主妇 他没有感激 只有鄙视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拿着手机的手 时不时地抬起 仿佛下一秒就要扔过来 你今天咋回事 老子供着你吃供着你穿 你干什么了 你天天天除了某多多 某阴 你还会点啥 别说孩子了 我都嫌丢人 他居然好意思说孩子 我只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孩子 他在朋友圈里 父慈自笑 一副好爸爸的人设 实际上满口乌言晦语 两面人做得顶呱呱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开始进卧室 找我家老大 老大见他进屋 继续写作业 一脸不耐烦 爸爸脾气太坏了 动不动就骂人 他歪着头 用另一只手指着闺女 声音自动提高到噪音的分贝 你别跟这个女人学 她不配当你妈 老大直接回了句 哼 你才不配当我爸 你说什么 你吃的用的喝的 哪个不是老子给的 这个家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子正的 不让老子舒服 谁也别想舒服 你们谁在惹老子 谁滚蛋 她的咆哮体文学又开始了 我们娘仨都是寄生虫 她是我们的救世主 老天想让一个人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就让他狂吧 压抑吗 说不 肯定是假的 不过现在不但我无所谓 就连孩子对于她的发疯 也无所谓 毕竟不为别的 我也得为我的假状献 乳献着想 不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是我在这场婚姻关系里 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 见我们无动于衷 她开始骂孩子 畜生 你真是犯贱 我供你吃 供你穿你说 我不配当你爸 骂孩子动了我的底线 我二话没说 直接一巴掌打到她左脸上 效果不错 五个手指印 瞬间清晰可见 她恼羞成怒 随手从桌子上 拿起一个水杯 就朝我砸来 你TM居然敢打我 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TM居然敢打我 平时不爱吭声的老二见状 直接在她背上咬了一口 哎哟 你这个小王八高子 草船借借借的就是你 老二没怕的 不知道在哪听了这么一句 这会恰如其分地 用到了她跌着 你怎么那么能装 难道你是个塑料袋吗 老大接着又来了一句 你们 接着是摔门而出的声音 刚刚的场景 直接把我拉回了六年前 六年前 我刚生完老二 还在哺乳期 孩子菩萨心肠 慈眉善目的奶奶对我说 女人啊 还是要靠自己 靠谁都没用 那时候 我一边抱娃 一边搬砖 她妈月子里 给我做的屈指可数的几顿饭 除了小米粥 还是小米粥 我想喝点肉汤 她妈说她信佛 不吃肉 也不会做 我靠点外卖 过完了月子 后来 我看过年她爸发的朋友圈 她妈正在啃大骨头 啃得比谁都香 其实错误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就像一个恶性肿瘤 并不是说慢慢变成了恶性 而是从开始长的那一刻 就是恶性 我跟她相亲结婚 本身就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结婚时五块钱买的戒指 骗我家人说是五万块的大钻戒 当然我是帮凶 因为我帮她一起骗的我家人 我们现在还没有房 我得攒钱买房 戒指以后等我们有钱了 我给你买个更大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成了帮凶 生完老大 我妈帮我带孩子 我居然没觉得 生孩子会对工作造成什么障碍 只能说终究是我妈承担了一切 生老二时 家里老人生病 我妈回去照顾 她妈嫌老二闹腾 说她带老大 老大说不喜欢她 她就偷偷给老大吃糖 让老大看电视看个不停 老大晚上要跟我一起睡 她儿子跟她偏不让 说两个孩子一起睡 影响她儿子休息 结果老大到现在都觉得 我不喜欢她 不然为什么总是带妹妹 每次跟她吵架 她妈做得最多的 就是在旁边煽风点火 你问问老大跟你亲 还是跟我亲 这是我儿子的家 不是你的家 这是她妈跟我吵架时的原话 她儿子让我滚 那个场景 我能记一辈子 对于这一切 我居然能忍到现在 现在流的泪 果然都是以前脑子进的水 我搂着俩孩子 一边回忆一边哭 那一夜不知道最后怎么睡着的 第二天晚上刚做完饭 接到在KTV兼职的邻居电话 她欲言又止 开心 有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看出了她的顾虑 其实差不多猜出了大概 张姐 有什么事您直说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能是我的话起了作用 张姐吞吞吐吐吐 我刚看见你老公了 带一年轻女的来的 俩人很亲密 搭着肩搂着腰那种 放下邻居的电话 我二话没说 把孩子们安顿好 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立刻朝KTV骑去 张姐看见我到了 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没走 我怕认出我了 没敢靠近 谢谢你 张姐 我本想冲进去 撕了这对狗男女 可我迟疑了 按她以往的尿性 她完全可能反咬我一口 那样只会打草惊蛇 我在门口等着 不宜会出来一女的 穿着包臀短裙 浓妆艳抹 脖子上还带着一个 看着价值不菲的链子 手里拿着一个 粉色的链子包 张姐说 刚才搂的就是她 我一看 这女的不是别人 居然是她远房亲戚 当时还是她妈说 要让她帮忙找工作 才去他们公司上班的 真GM毁三关 不一会 她也出来了 我赶紧把头背过去 幸亏灯光比较昏暗 才没被发现 只见她一副舔狗的姿态 声音轻地跟太监似地 问那女的 宝贝 给你买的链子喜欢吗 那女的边回答 边骚浪剑地 用手摸着她的屁股 喜欢 很喜欢 谢谢宝贝 MD 我给孩子买件衣服 都说我浪费 说她同学给了很多 都是别人穿过的那种 凭什么我的孩子 只能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有次逛商场 孩子要去游乐场玩 她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气得我当时直接报了警 现在居然给小三花那么多钱 狗男女 怎么花的 怎么给我吐出来 回到家 我打开某浪 按着女的名字 试着搜一下 居然搜到了 希希 谢谢宝贝送我的包 很喜欢 佩图是刚那个粉色 Gucci包 过节就是要有仪式感呀 谢谢宝贝送给我的礼物 很喜欢 佩图正是她刚才戴的那个链子 发威时间 是当年的情人节 我把包跟链子截图 放某宝照片搜索一下 显示是 Gucci古池 Fordidy系列 中号新月造型女士 夜下包 官网价格一万七千 宝格力 B01系列 玫瑰金传奇镂空黑陶瓷项链 代购价格都要三万一千九百 MD 一个包 一个链子的价格 比我们娘撒一年生活费都高 现在还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我收起愤怒 从蛛丝马迹中仔细寻找着其他线索 微博里面还有不少类似内容 我一一截评 并去公正处做了公正 根据我自学的法律知识 即便他确实出轨 也不可能让他净身出户 当然 对于他给小三买的这些奢侈品 我可以未经配偶 同意擅自赠送给他人为由 要求返还 不过小三用过的东西 我才不想要 所以目前来看 除了恶心 恶心他们外 仿佛我也得不到太多好处 要想在离婚中利益最大化 我还是得尽快弄清他目前的财产情况 于是我将计就计 在这件事上故意激怒他 拨通电话 我直奔主题 你是不是出轨了 你神经病吧 疑神疑鬼的 果然死鸭子嘴硬 我调整下呼吸 进一步刺激他 你新欢是你家亲戚吧 看来进一步的刺激效果不错 那个平时熟悉的他 马上就出现了 你TM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好好伺候我妈 居然跟踪我 看来我说对了 隔着电话 连生意里都写满了无所谓 我就是出轨了怎么着 不但无所谓 还有对我深深的鄙视 你看看你什么鬼样子 跟农村妇女有什么区别 我也毫不示弱 同样的鄙视还给他 我是鬼妮以为你是谁 你挣俩钱了不起啊 在这个城市 你挣那俩钱 也不比送外卖的强多少 对他这个凤凰男来说 最受不了别人说他没本事 哈哈 是吗 老子今天就明确告诉你 我现在的存款有五百万 不过我一个子都不给你 听到他说有五百万 不得不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还怕不保险 于是更进一步刺激他 也进一步恶心他 你要是有五百万存款猪都会飞 我要是没有五百万存款 我是狗娘养的 好 很好 打电话前 我将手机开启了自动录音功能 从上次的聊天 我已经知道他有五百万存款 这对我来说 无疑是好事 他是做销售的 收入对我来说 确实是个谜 这次要不是他自己说出来 我根本不知道有存款 除非他承认自己是狗娘养的 否则五百万存款的事应该是真的 除了存款 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呢 为了收集证据 我认识了某律师 你TM又看某音 你就不能好好学学 怎么按摩按摩吗 好几天没进家门的他 回来就是这么一句 仿佛出轨之事 他压根就没当成事 我也不应该把他当成事 见我没反应 他继续教训道 我妈刚恢复 你就不能好好伺候伺候吗 我依旧不说话 他不知道的是我正在学法律知识 说完 他连孩子都没看一眼 直接摔门而出 很好 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了 开心 成绩出来了 你查了吗 正在我听课的时候 跟我一起考证的一个考友 发来了微信 他说的这个考试我很在意 投入了很大精力 也是我认为有可能会改变命运的一个证书 我还没有查 你呢 通过了吗 赶紧查查吧 我没有过 听到考友的话 顿时心跳加速 怕希望再次落空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考了 我按照提示 哆哆嗦嗦地输入了准考证 身份证 结果显示 查无此人 11月份的天气 一会功夫 居然满头大汗 我一看 居然输成了孩子的身份证好 你好 我要接送孩子 我能晚点来 早点回去吗 这是我这些年来 找实体兼职工作 问的最多的一句 从麦当劳 肯德基 德克士 必胜客的终点工 到有钱人家的家教 我不知道 做了多少份兼职 但我发现 不论我做多少份兼职 好像都不可能 改变我的命运 毕竟都是拿宝贵的时间 换很少的金钱 廉价的劳动力 仅仅只能维持生存 终点工一个小时 平均只有15块 并且没设保 后来做家教的收入 确实不错 但毕竟不稳定 诸如此类的工作 并不能给我安全感 难道我命该如此吗 直到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到 下面这句话 我开始了疯狂地 考证岁月 命跟运 就好比汽车跟马路 命就像汽车 而运就像马路 感谢写下这句话的朋友 看完 我毛色顿开 从此开始了 疯狂地考证岁月 的确如此 即便你是宝马 奔驰 但是如果天天行驶在 泥泞的小路上 可能也开不了多久就坏掉了 反之 即便你是奇瑞 松花江之类的普通车 如果行驶在宽队 如果行驶在宽阔的大路上 结果应该也不会太差 是成为奔驰还是奇瑞 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但走在什么路上 往往却还是有机会选择的 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通过考试后 我立刻开始投简历 也不怕大家笑话 这份简历我已经准备了好几年 每通过一次考试 拿到一个证书 我就在上面进行添加 现在我把这个证书放上去 它看起来至少有些沉甸甸了 很幸运 一周时间我就找到了一份 相对稳定并且对口的工作 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二个月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主动提出离婚 毕竟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再次试探性地跟老妈说道 妈 我要离婚 离吧 这次妈支持你 没想到这次老妈一口就同意了 以前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每次提离婚 我妈总是一脸担心 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工作了 又有她出轨的证据 她又是接连很多天没有回家 电话成了我跟她沟通的唯一方式 我做好准备 终于鼓足勇气打了这通电话 我们离婚吧 她语气中满是惊恶 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对 我斩钉截铁 没有一丝犹豫 她很快意识到我的坚定 故意挑衅 我偏不离呢 其实我也能猜到她的反应 但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为什么 她抬高声调 继续刺激我 离了去拿找免费保姆 她的回答彻底断送了我最后的一点念头 我已无任何留恋 那我诉讼离婚 哈哈 还诉讼离婚 你先想想你能不能请起律师吧 隔着电话 我都能猜到她此刻笔讽的神态 她先说得不过瘾 继续补充 对了 今后别跟我要生活费了 老子不给了 周末我出去买菜 没想到她妈居然来了 隔着房道门 就听见她给孩子们洗脑 你看看你爸爸多辛苦 大周末的还要加班 你们一定要孝顺爸爸 我本以为医院会是最后一面 倒不是说她很快BBQ 而是我以为我会火速离婚 没想到又撑到了现在 只见她表现得很无所谓的样子 淡淡地说 她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了她的话 我居然很平静 见我没反应 她接着在那演戏 我儿子说 这个婚 她离定了 我心里想明明 是我提的离婚好吗 她一脸为我好 我如果不接受 就是不识好歹 就是没良心的神态跟语气 我费很大功夫 替你求情她才同意不离婚 都是女人 你说你现在这样的离婚了 怎么活 你这个年纪去哪再找个长期饭跳 也就我儿子 刀子嘴豆腐心 有点脾气不正常吗 没脾气那还能是男人吗 她的洗脑套路我早就见识过了 给她老公洗脑 女人是花 男人得捧手心疼着哄着 给孩子洗脑 这个家的钱都是你爸爸挣的 你爸爸最辛苦 你爸爸才是这个家的大功臣 你们要孝顺爸爸 那你老公是不是男人 我仅仅一句话 就把老太太气得态度 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你 后来她逢人就说 我儿子儿媳妇要离婚了 简直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院子里的大姐 大妈 阿姨 就连门口晒太阳的老头 都不放过 有次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张姐拽住我 偷偷跟我说 你家老太太上次住院 应该只是胆结石 不是脑瘫吧 没想到 今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 去接孩子 看见我公公 也就是我婆婆口中 被她调教的屁都不敢放的男人 居然跟一个阿姨在跳广场舞 这个时候 她不应该再做饭吗 很好 看着此刻公公一脸享受的表情 还有这两天婆婆得意的神态 我甚至都可以想到她以后哭得有多惨 回到家 我先在网上诉讼平台起诉了小三 同时提交了要求小三返还财产的起诉状 先等来的不是开庭 而是她的辱骂 你TM太卑鄙无耻了 偷偷跟踪我 现在还起诉别人 你要脸吗你 我也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你TM得想好了再说 到底是谁卑鄙无耻 谁不要脸呢 她果然还是不让我失望 哟 长能耐了 装不下去了吧 你听好了 那个家我一次都不会回了 我就是要把钱都花给别人 气死你 好 很好 这个案子居然很快就开庭了 对方缺席 这场官司很迅速地就解决掉了 原因就在于我的录音 我要回了项链 包 还有小三微博里 发的所有的她送的礼物 当然 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此 而是通过这场官司 坐实了她出轨的事实 三个月后 离婚案开庭如期而至 我作为原告 只有我自己到庭 对方来了三个人 他 他妈 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 应该是律师 自从上次因为起诉小三 他就把我拉黑了 也再没见过他 所以他们后续地反映我 并不知道 或许他找过我们 或许没有 因为我们对他们而言 本就不算什么 可此刻 他跟他妈看我的眼神 跟不认识我一样 也正常 他们眼中的 我永远是素面朝天 不修蝙蝠 连眉毛都不会修一下的 家庭主妇 也是那个 永远最先起床 最后吃饭 最后睡觉 把自己熬成胃病的黄脸婆 感谢单位 对新入职员工 免费进行形体培训 形象设计 我现在不一样了 最起码看起来像一个职业女性 几天不见 大便样啊 她不怀好意 连朝带讽地打量着我 仿佛我根本不配 这样打扮一样 便样有什么用 看吧 我就说她 根本请不起律师 她妈煽风点火地附和着 他们想得也不错 毕竟半年没给我生活费了 娘家不富裕 还带着俩孩子 没有饿死就不错了 没想到 还能穿着体面地 准时出现在法庭现场 我也搞不懂 明明是离婚纠纷 还要带着她妈来 也真是奇葩 她妈继续盯着我看 时不时跟她儿子 他们的律师 还有法官故作插科打混状 还是小瞧她了 不是打赢了那个返还财产的官司吗 法官 你说她这心思 多孝顺孝顺老人 教育教育孩子 多关心关心老公不好吗 哎 自作孽呀 她妈在法庭现场 开启了洗脑做法模式 只不过还是无果 你谁呀 法官一句话 打破了她的表演 我是原告的婆婆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法官瞥了她两眼 一脸嫌弃 那你也不能做被告席呀 是你儿子跟原告结的婚 又不是你跟原告结的婚 哦 她是作为证人出庭的 对方律师赶紧上来解释 法官训斥道 证人做证人席 在那处着干嘛 法官走完程序化的流程 就到了正式开庭环节 法官一脸平静 原告 先说 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跟起诉状主要内容 我心平气和 好的 法官 我的诉讼请求如下 一 要求离婚 二 要求分割所有的夫妻 共同财产 三 要求两个孩子的 抚养权规自己 我说完诉讼请求 又简单说了下 起诉状主要内容 对方一脸不屑 对方律师也很自信 据我所知 原被告没有离婚的法定是由 被告不同意离婚 另外 原告是家庭主妇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来源 根本不具备抚养能力 再次 我方当事人做销售 收入很不稳定 除了共同居住的这套房子外 并无其他共同财产 听到律师的答辩 他跟他妈很得意 我也很高兴 对方每一项答辩 都在我意料之中 法官依然是一脸平静 原告 被告律师所说 是否属实 我深吸一口气 言之凿凿 不属实 首先 我们感情早已破裂 属相亲结婚 婚前并无感情基础 婚后夫妻矛盾 婆媳矛盾层出不穷 并且被告出轨事实 已被贵院既有判决证实 被告不仅出轨 还与他人同居 在我提出离婚后 被告已半年 未尽任何家庭责任 也没给过我一分钱 我带着两个孩子 艰难度日 他带着小三吃香喝辣 后来更是直接将我拉黑 夫妻关系 名存实亡 感情却已破裂 以上有录音 公正书等多份证据为证 其次 我有工作 并且有稳定的收入 完全具备抚养能力 并且被告脾气暴躁 有多次辱骂孩子的行为 不适合抚养孩子 再次 据我所知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听到我说有工作 对方三人街瞪大眼睛盯着我 他更是表现出一个字都不信的诧异 什么 你有工作 不可能 他妈猙獰的老脸上堆满了笔试 哈哈 你说的工作 难道是在麦当劳里当中点工 他儿子更不是个东西 继续在旁边煽风点火 妈 别瞎说 也有可能是在肯德基当中点工 哈哈 被告注意点 这里是法庭 不是菜市场 没等对方尽兴 法官就直接打断了 关于工作的事 原告有什么要说的吗 终于到这一刻了 我平住呼吸 让自己尽量保持平静 法官 我有一份证据要当庭出事 好 得到法官准许后 我把实习律师正啪的一声 甩在了他们面前 那感觉比啪的一声 打他左脸上那次爽太多了 他看到头像是我的实习律师正的那一刻 两只眼瞪得滚圆 跟安的假眼一样 你 你什么时候成了实习律师 我不着痕迹的冷笑 您的经历都在小三身上 不知道也正常 我自学法律 经过三年终于通过了 被大家称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 在一个贵人的帮助下 我不但收集了有效证据 还成功找到了愿意给我提供工作的律所 没想到成为实习律师后 第一个案子是给自己打的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感谢培根 他满脸写满了问号 不可能啊 他天天除了某多多 就是某音 怎么可能转眼就成了律师 我满脸写满了爽 他妈满脸写满了哀声叹气 开心啊 一日敷七百日恩 妈对你怎么样 你也是知道的 能不知道吗 我上一秒 假装堆满笑容 妈 听我说 谢谢您嘞 下一秒秒变脸 没想到我这句话 把书记员逗乐了 对方律师被震惊到了 这个场景 估计他也没想到 好了好了 原告做律师的事 不是本案争议焦点 原告接着往下说 我收拾收拾情绪 开始下面的硬仗 好的 法官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被告 原告说的是否属实 他死鸭子嘴硬 不属实 我名下没钱 不信查我的银行卡 原告 你是否有证据证明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有 于是我把之前的录音 播放了一遍 哈哈 是吗 老子今天就明确告诉你 我现在的存款 有五百万 不过我一个子都不给你 我要是没有五百万存款 我是狗娘养的 听到录音后 他跟他妈的脸 比倾果还要倾 法官 这次录音后 他一分钱没给过我们 被告 录音里的男人是你吗 是 听到他说是 他的律师 无奈地看了一眼他 估计也只剩下无奈了 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法官大人 我真没有五百万啊 叫法官就行了 好吧 法官 如果他承认 他是狗娘养的 我也就不要求分割了 你 如果不在证人席 估计他妈会冲上来 打我一顿 关于离婚 法官调解了一次 无果 最终判离 关于抚养权 两个孩子都说要跟我 关键是 他也不想要 法官直接判给了我 他出抚养费 关于财产 他死活不承认有五百万 我本来已经默认 他是狗娘养的这个事实 没想到后来 他妈居然来我单位找我 说要起诉他儿子 不赡养老人 看着气派的单位大厅 他妈两眼发光 仿佛还有一股 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开心 你们单位真气派 妈替你高兴 不好意思 我妈不在这 我盯着电脑改文件 不想跟她多说一句 对不起 我好歹是俩孩子的奶奶 她脸上堆满笑容 伸着头跟我道歉 真是讽刺 这么多年 第一次听她说 对不起居然是离婚后 我默然一笑 对不起的事 不知道您做了多少 对不起就别说了 虚情假意也好 真心实意也罢 此刻我都不需要 只有这句话 是我想说的 只见她一副 买不到后悔药的沮丧状 边摇头边叹气 她有钱给小三买车 买房 没钱给我看病养老 我倒了八辈子没 生了这么个儿子 哎 没想到 钱被拿去 给小三买车 买房了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以我对老太太的了解 她应该不会傻到 跑来找我这个钱儿媳 她看我没有反应 还是刚才那副神情 继续补充 都是他们 骗说要给我生孙子 结果那女的说她 根本不想生孩子 是个什么鬼 原来如此 怪不得死活 不要孩子抚养权 原来是等着抱孙子 好说 我接着 把小三再次起诉 没想到 审理的法官 就是当初审离婚案件的法官 开庭那天的情形 也很魔幻 本来是原被告的关系 硬生生被凹出了一出 粉丝见偶像的戏码 你真的是开心姐 小三看见我一脸谄媚 一直叫姐 对不起 我真不是你姐 我草草瞥了她一眼 轻痴一笑 姐 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吧 她依然一副二百五的表情 没想到吧 不过一个第三者 以一副崇拜者的眼神看着我 这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老太太居然愿意作为证人出席 更是我没想到的 看着他们狗咬狗 一嘴毛 甭提有多痛快了 法官认定 未经配偶同意 对第三人赠予无效 我再次起诉她 恶意转移婚内财产 法官最终认定 她恶意转移财产的事实成立 最终房子 车子都被拿去拍卖 大部分钱都归了我 至于她妈 我这次确实应该谢谢她 但也仅限于口头感谢 要不都说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一出狗血剧 就这样结束了 倒霉的时候 喝口凉水都塞牙 运气来的时候 挡都挡不住 自从打赢了离婚官司 我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 没想到刚正式做律师半年 就接到了一个大案子 我以前兼职做家教 认识的一个全职太太 要离婚 是全职太太 不是家庭主妇那种 她老公是上市公司股东 身价过亿 我找了我的贵人 也是某律师跟我一起合作 倒不是因为其他 而是确实专业 又不会因为 我是新人看不起我 中午休息 浏览网页 满屏都是杨子琼 获得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新闻 这一刻我居然落泪了 我想到了那句 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 我把这句话 当作了我的个性签名 晚上回到家 老大突然问我 妈妈 你爱过我爸爸吗 我发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说婚姻都是一样 时间久了都是左手摸右手 很少听过例外 你所以为的真爱无敌 只不过是柴言有米 这些只能说明婚姻的平淡很正常 但如果一段婚姻让你觉得自己一次一次将要窒息的时候 是否还应该继续呢 离婚到底是喜提单身还是刮骨疗毒 其实都在于你自己 内心强大 向阳而生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叫赵春梅 是一个农村妇女 我家住在一个小村子里 村子紧靠公路 这是一条国道 交通非常便利 我的娘家和婆家相距五里地 中间隔着一条小河 我是1995年结婚的 我刚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母亲给我在箱子底压上了1600块钱 当作压贵钱 虽然到了90年代中期了 但是婆家却依然穷得叮当响 我们分家的时候就分了三间房子 只有三趟瓦 房顶大部分是用麦草盖起来的 公公已经去世了 我们和婆紧挨在一起住 她住着两间老年房 我丈夫有兄弟四个 丈夫排行老二 我婆婆也就是一名五左右吧 再加上年纪大了 有点驼背 看起来又矮又小的样子 听说我公公得一米七多个子 不算矮 可是婆婆生的这几个儿子 都是人高马大的 丈夫的大哥有一米八五 丈夫也得有一米八二 我两个小叔子 个子也都很高 婆婆看着几个长得像高亮皆感一样 高挑的儿子 总是眉开眼笑地说 别看我个子矮 可是俺娘家的人高啊 外甥三辈子不理老娘的门 这是随根啊 我婆婆的大姐在省城 听说大姨父是军队转业的干部 把大姨娶过去 以后就在城里安家了 婆婆没结婚之前 曾经在大姨家帮过几年忙 带过几年孩子 姐妹俩感情很好 大哥初中毕业之后 就投奔大姨去了 在一个钢铁厂工作 我们结婚的时候 大哥回来了一趟 当时婆婆拿不出钱 来给我们买家具 大哥掏钱买了一套小组合家具 到现在还放在我们家东屋里用着呢 分完家 丈夫愁眉苦脸地对我说 春梅 这日子怎么过呀 当时婆婆分给了我们几百斤小麦和玉米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底 我这人生性乐观 我白了丈夫一眼说 愁什么愁 天上还能掉馅饼 咱好手好脚的 只要勤勤快快的还能饿着 我拿出压柜钱 又回娘家借了一些 建上了两个蔬菜大棚 当时村子里冬天种菜 都是用那种小宫棚 就是用竹子撑起来的 这种小棚规模小 人在里面得弯着腰干活 非常难受 而我们家的蔬菜大棚 是用钢筋扎起来的 这种棚结实耐用 可以长期使用 我们辛辛苦苦地种菜园 日子虽然说不上宽裕 但是手里也能有零花钱了 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 家庭生活开支越来越大 为了好好试弄青菜 我们在菜园头上盖了一间屋子 丈夫白天黑夜都在那里看着菜园 晚上要是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 还得起来盖大棚 我和丈夫恩恩爱爱 勤俭持家 以苦为乐 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咱是专户人吗 不吃苦不受累 哪能挣来钱 那天下午快要黑天了 我们还在菜园干活 婆婆慌里慌张地跑来 她气喘吁吁地说 了不得了 了不得了 你大哥家出事了 我们赶紧问婆婆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大哥打回来电话 说嫂子去上班的路上 心脏病突发 当场去世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我和丈夫赶紧雇了一辆车 连夜去了省城 大哥悲痛欲绝 一儿一女 更是哭成了泪人 当时大哥家刚刚买了房子 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 我们虽然日子过得紧巴 可是依然借给了大哥六千块钱 日子本来就不容易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没想到大哥又摊上了他天的事 我们从大哥家临走的时候 看到了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我把身上带去的八千块钱 全部留下了 大哥不肯要 说我们种菜园也不容易 丈夫说 哥 嫂子没了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你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 有困难的时候 就和我们说声 大哥抱着丈夫放声痛哭 虽然他是一个坚强的大男人 但也受不了这样大的变故啊 大哥和嫂子一直恩恩爱爱 可是嫂子突然把他和孩子们撇下了 哥谁身上都得要半条命 从那以后 每当孩子们放了假 大哥领着孩子们回来的时候 婆婆就说 儿子呀 有合适的 你得再找个做伴的呀 也好给孩子们做饭吃 大哥总是苦笑着说 娘 谁愿意跟我呀 我带着两个孩子 人家来到就得受累 先这样过着吧 大哥很能干 他下了班以后 安顿好两个孩子 晚上他就跑出租 慢慢地把欠账都还上了 几年后 在同事的介绍下 大哥认识了一个女人 她也是外地的 她年轻时 丈夫因病去世了 当时还没有孩子 大哥把新大嫂领回来 我们把亲戚叫过来 吃了一桌酒席 就算是举行了结婚仪式 大嫂为人朴实 人长得一般 算不上漂亮 可是说话的时候 脸上总是带着笑 一看就是非常和善的样子 大哥和大嫂没再要孩子 有一次我劝大嫂再生个孩子 当时她才四十岁左右 可是大嫂说 算了吧 我不打算再要孩子了 这两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只要我拿出真心对待他们 他们也会对我好的 的确如此 人心换人心 孩子更知道谁对他们好 有一次大哥大嫂带孩子们回来过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 大家做好要吃的时候 可是大嫂有事出去了一趟 小侄女却怎么也不肯动筷子 大哥说 妞 赶紧吃吧 要不菜凉了 可是孩子却摇摇头说 你们先吃着 我妈还没有过来呢 我妈不来吃饭我就不能吃 大家都夸赞孩子 懂事孝顺 过了一会儿 大嫂过来了 我们对她说了这件事 大嫂红着眼圈懒过侄女说 闺女啊 就你最疼吗 我婆婆抹着眼泪说 我孙女终于有人疼了 一看你嫂子平时就对孩子特别好 孩子是不会装的 要是你嫂子平时对她不好的话 她心里能处处想着后妈 自从嫂子进了这个家门 大哥和侄子侄女的生活 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好 大嫂是高中毕业的 每天都要给孩子检查功课 侄子学习成绩优秀 她考上了外省的大学 侄女正上初中 学习虽然没有哥哥那么突出 但考个二本是没有问题的 前些年婆婆去世了 过年时大哥一家回来 依然住在婆婆那两间小屋里 屋子里阴暗狭窄 大哥自言自语地说 宅基地要是宽敞点 他就打算翻盖了 但是两间房子的地铺太小了 去年我们这里是7月5号放的暑假 还没放假的时候 嫂子就打来电话说 快放假了 让孩子们来省城玩玩吧 我陪你们好好逛逛 嫂子的盛情邀请让我们很感动 说实话 我五十多岁了还从来没出去旅游过呢 我儿子正读大学 她说她不跟着出去了 可是我女儿特别兴奋 她说终于要坐高铁了 嫂子还特别嘱咐了 让我们约着轴里家一起去 她说人多了热闹 7月6号那天我们启程了 我们一行五人坐高铁来到了省城 大哥在高铁站迎接的我们 我们到了大哥家推开门一看 天哪 餐桌上摆了满满一大桌子菜 大嫂笑容满面地迎上来 让我们赶紧洗手落座吃饭 我数了一下大嫂 整整做了16个菜 鸡鸭鱼肉和海鲜应有尽有 桌子上几乎放不下了 我估算了一下 这一桌菜光是原材料 也少不了四五百块钱 吃完饭 大嫂又把我们推到客厅里去吃水果 看电视 她和大哥开始收拾背盘狼籍的桌子 吃完饭 大嫂陪着我们聊天 她说已经帮我们计划好了 每天中午天热就不出去了 上午8点到11点旅游 中午在家休息 太阳西斜的时候 再开始出去溜达 大嫂不好意思地说 咱是普通老百姓 过日子得精打细算 家里条件有限 你们多淡呆点 你们来的这几天 咱不出去住宾馆了 咱就将就一下住家里吧 两个弟媳妇去住我们的主卧室 侄女和我女儿住一屋 两个侄子住我儿子那屋 我一愣 大哥和大嫂住哪儿呢 大嫂笑着说 不用担心 我家的沙发很宽大 我们睡沙发 也可以把凉席子扑在地上 再扑上床被子 我们打地扑也行 反正现在天热 睡在地上也不凉 我赶紧说 大嫂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可是大嫂 却拍打着我的肩膀说 弟媳呀 你这样说 咱不就成了外人了吗 我能把你们请来 说明你们 没把我当外人呢 我告诉大嫂 千万不要那么客气 我们都是自家人 简简单单吃饭就行 可别天天满汉全席 可是大嫂 却笑着说 弟媳妇 这些年 你们一直没来旅游过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我受累也高兴啊 当天下午 大嫂和大哥 陪着我们就出去 赚景点了 下午大家有些累了 我说我请客 去饭店吃饭吧 可是大嫂摇摇头说 弟媳妇 你来这里旅游 我不会让你花一分钱的 今中午 你们午休的时候 我就去菜市场 买好菜了 咱们不在外面吃了 咱回家吃 当天下午 大嫂又变着花样 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在济南玩了五天 大嫂天天好饭好菜的 做给我们吃 将心比心 要是换作我的话 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真是受不了 可是大嫂天天笑容满面 逛景点买门票的时候 大嫂都是和我抢着付钱 我根本抢不过她 有时候我掏出手机要扫码 可是大嫂早把现金递给人家了 看来大嫂是有备而来呀 7月11号 那天我们要返城了 是订的下午两点的车票 大嫂又给我们买了一堆礼品 这一次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我说不在家做饭了 中午我请客 嫂子太受累了 去饭店里吃饭吧 我把钱提前留在了把台上 我留了一千块钱 我告诉收银员 不要让别人来结账 可是没想到 吃完饭的时候 嫂子照样去结了账 她把那一千块钱又塞给了我 她说 弟媳妇儿 我说过 请你们来旅游 不让你们花一分钱 你这不是见外吗 吃完饭 大哥和嫂子 把吃剩的饭菜都打包了 汤汤水水也烧上了 嫂子说热热还能吃 他们俩走在前面 我和孩子婶婶 领着孩子们走在后面 这时我就听到 大哥小声问嫂子 舒秦 我老家的人来你这么热情 这几天 咱们花了八千多块钱 把咱俩人这一个月的工资 都搭进去了 可是你娘家人来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这么热情 这么周到啊 为什么 嫂子小声说 我家里人来的时候 我对他们带一些不要紧 他们不会多心的 但是你家里人就不同 咱们又是半路夫妻 我必须拿出真心对待你家里人 要格外热情一些 这样大家才能相处得更好 听到这里 我突然喉咙哽咽了 多好的嫂子呀 轴里也是感动地说 嫂子这样的人真是不多见 当天下午 我们准备坐高铁回来了 临走我对嫂子说 嫂子 我帮你把洗漱间打扫了一遍 你好好看看梳妆台 可能把你的一些东西挪地方了 嫂子说 弟媳妇 你就是勤快 你来是旅游的 却一直帮我 坐着坐那的 回到家里以后 我和丈夫说了 这次去省城旅游 嫂子贴心贴肺地对我们好 我说没想到大嫂为人这么实诚 这么善良 丈夫说我们这家人有福气 遇到了这么好的嫂子 这些年 我们一直省吃俭用 就是准备翻盖房子 去年秋天雨季结束了 我和丈夫决定 让包工头来帮我们动工盖房子 我们是四间地铺的院子 我对丈夫说 咱就盖三大间吧 那一间不盖了 丈夫一愣 说这是咱的宅基地 凭什么让出去 我说 人心都是肉掌的 去旅游回来的时候 坐在高铁上 我就做出了决定 嫂子对咱这么好 咱也得有所表示啊 大哥的心愿就是在老家里建一栋房子 可是咱娘的宅基地太小了 只有两间屋的空 咱们让给他们一间吧 这样每家盖三间房子多好啊 丈夫大吃一惊 他说 你真的这么想的 这是一间宅基地呀 可不是小事 我笑了笑说 看你那个小心眼 我知道你这是试探我 少住一间房子 又怎么样 咱们把院子里都盖上天房 足够孩子们住的 大哥和大嫂老了以后 肯定得回来养老 和咱们一墙之隔 有时相互照应 不是很好吗 我马上打电话 告诉了大哥这件事 到了周末 大哥和大嫂一起回来了 大嫂拿出了两万块钱说 弟媳妇呀 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你哥天天念叨着 退休之后就回来养老 可是又嫌两间房子太窄吧了 没想到你 竟然给我们让出了一间房子的宅基地 这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呀 你把这两万块钱收下吧 算是我们的心意 我哈哈一笑说 嫂子 你赶紧把钱收起来吧 你要是拿钱买地基的话 我还不卖呢 咱们是亲人 你给钱的话不就远了吗 你把这些钱添上盖房子吧 就这样我们两家一起动工 盖起了一六六间钱出煞的大房子 盖完房子当天 我们请干活的人喝了结公酒 他们都走了 可是我们两家人一直坐到深夜 大哥眼圈发红说 有钱难买一亩生啊 这些年我虽然在省城工作 可是我无时无刻不想念老家 你嫂子也愿意和我回来养老 我打算退休后马上就回来 我在省城无着无落的 和咱一家那些亲戚 虽然经常走动 但是大家毕竟是亲戚 还是弟兄们坐在一起热络呀 家和万事兴 良好才是好 积善人家必有余庆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红红火火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